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乐乐 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我的台湾之旅 我在去年的冬天再一次来到宝岛台湾 每一次来到台湾都让我惊艳不已,战胜年年 首先我们来到有名的阿里山 阿里山的神木和日猪都是世界一流的 我小时候常听我妈妈唱 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 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 还记得在阿里山第二天 今晨天还没亮 我们就坐上了阿里山的小火车 来到我山顶等待着低调的曙光 那真是令人震撼的一刻 还有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台北的士林官邸 那是蒋介石和宋美龄被逼退到台湾以后所住的地方 那里的环境优美 现在已经开放让人民参观了 在那里我还看到他们曾经坐过的防弹孤离车 非常的威风 那是一部50年代美国制造的凯迪拉克房车 非常的漂亮 在这趟的台湾之旅 我也看到了台湾的民主 我走在路上 经常可以看到候选人站在宣传车上 来跟人民拜票 原本安静的街道一下子就变得热闹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神指的活动 让我觉得十分的特别 每一次来到台湾 我都会觉得非常的亲切 因为周围的人都是黄皮肤 说的都是台湾国语 诗的都是台湾小诗 台湾是一个充满历史及文化的地方 再见了台湾 我相信我很快就会再踏上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